最调皮的时候就是以前 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很爱跟表哥一起玩鞭炮 去学校打仗 打一打 射到人家 别人家失火 这个是还有射到人家的那种菜园啊 但是我妈都不知道 我们全部都跑回家 大家不要乱学 母亲生气 就是小时候在国小 一年起来二年级的时候吧 就是推同学 然后同学受伤 对方家长来家里里路 叫我道歉 就是我妈最气的一次 蛮对不起的啊 就是小时候会不懂事啊 推一下同学就受伤了 对 有啊就是 14年明星赛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在桃园 然后我妈就有上来 就是有来看我打这场比赛 那时候表现得还不错啊 因为那时候我妈她们坐在外野 妈最心疼是我车祸的时候吧 我妈一听到我车祸就从台东赶来 桃园来照顾我这样 照顾啊吃的东西啊都我妈在弄这样子 对啊就蛮心疼我妈的 其实我很少惹我妈妈生气 因为我都在打棒球 我记得有一次国小 好像是选拔赛吧 然后输球 我妈带我回去 我一整路都没有讲话 然后我妈一直安慰我说 啊没关系啊下一场比赛 我就说 没有下一场了 我可能要毕业了 然后我回到家我妈煮饭给我吃 我姐也在我爸也在 我就一直在房间都不出来 然后我妈就说 啊你怎么都不出来 就 过了一场比赛就不吃饭 这样怎么可以 然后我就说 我就可能我当下很难过是 因为我怎么可以输掉我唯一一次 可以出国的机会 因为我不知道我之后还会不会出国 所以我很难过 然后之后我妈就打给我国小教练 我打给她说 啊我教练就跟我说 啊别没关系啊 啊之后可能国中高中 可能都还会有出国比赛的机会 然后我想说 反正人生还很长嘛 也不要因为一场球赛 就这样跟妈妈闹病了 结果我出去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说 哼 我妈妈竟然不如一个教练 我妈一开始还想拿一架打我 我也是会 满对不起我妈妈啦 因为一场比赛就 这样对我妈妈这样闹脾气 对啊 对我来说 他煮了五龟鱼是 我比较常吃到 每次我回去都会一定会吃到 哦有一段时间没有吃到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嘛 今年应该也没吃到吧 偶尔啦 可是现在是因为 都变成我大姐在煮饭菜 对啊 啊妈妈照顾小孩嘛 照顾我二姐的小孩 所以现在 还好你有讲是二姐的小孩 对对对 大家看 我老婆可能会问话哪里的小孩 我大姐也很会煮 我家应该就我跟我二姐比较不会煮饭 以前一定是 学校不是都会送什么 康乃馨啊 那现在 会包个 红包嘛 不然就是 可能会有母亲节的棒子会送给她 那之后可能 看要吃什么 或是她需要什么 就买给她 对啊 其实我每一年都会送 对啊 啊现在 我二姐也当妈妈了嘛 所以我也是会送她 从出生到现在真的辛苦了 不管是我在还很小的时候 你这样细心的照顾 甚至 背着我上班或是煮饭菜 其实 我都很体谅你 那也很感谢你 在我 三级棒球的时候 你都每一场都有到场 甚至送我到学校上课 其实我都 对我 对我 其实我都看在眼里 那我也非常感动 希望我在 职棒 的路上 可以一直有你的陪伴 那我也会在 这条路上继续加油 谢谢你 爱你哦 我一直在学校 都是在 你不要在这边 你赶快走 你在这边我会紧张 你走开 你走开 我现在在 现在在酝酿 很不开心的 有 但不是只有针对我一个人 全家 全家都一起让妈妈不开心 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国小 我忘记几年级 全家 我爸还有我两个哥哥都 忘记我妈妈的生日 然后 妈妈就那一天 可能自己也想出去玩吧 或者是出去走一走 我忘记了 然后有跟爸爸提示 就爸爸自己也忘记 然后就 后来没有带妈妈出去走一走 还是怎么样 然后家里也没有人 都忘记 然后都忘记帮她庆生 后来妈妈就很生气 然后就车子开着 就出去都不回来 就有点 离家出丑的感觉 然后全家都一直 call 妈妈趕快回来 然后妈妈都不接电话 然后我们就三个兄弟 就简訊一直打 然后 我跟 我跟二哥好像后来还 躲上去上面哭吧 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后来就 手机发达 就记在手机上面 不会忘记了 那大家请 请那个 熊迷可以记得提醒俊刚 18号到晚 明天你妈生日 我记得 你妈生日快乐 对对 我怕我妈又爱提家出走 她隔天 好像隔天才回来吧 她好像不知道去 我阿姨家 不是 对 应该是 然后隔一天 好像是隔一 我记得是隔一天才回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真的该骂的应该是爸爸 对 那我爸也不要那么骂一点 三兄弟就移成是爸爸 你不能怪我们 教训过 教训过 有阿我记得有一次 出去比赛的时候 国小六名集吧 那时候国小是住民宿 就是跟妈妈住民宿 然后是住同一间 那有一次妈妈在厕所我不知道 我就进去房间 然后就可能讲了一些三四集 出来 慢慢出来 就有点尴尬 最后就被打了两个巴掌 完全是 自一个 傻眼的状态 我要怎么办 我要讲讲 喂 怎么了 你在干嘛 我 你先说怎么了 没事啦 我要跟你说我爱你 为什么 因为母亲姐快到了 然后突然 突然想到说 想要 想要跟你告白一下 我想到 你今天不是要比赛 对啊 我在准备啦 那为什么会后感电这样做 突然有感而发 你最好事 好 没有啦 我们在 我们在录那个节目 你们在录节目 对 你上YouTube了 恭喜 好啦 你最好事啦 真的吗 真的啦 把我骗你干嘛啦 阿姨好 你好 好 好啦 就想要跟你讲一下而已 拜拜 我也爱你 拜拜 你再敷衍一点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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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叫我用很开心的口气 跟你讲 好啦 好啦 拜拜 一到了放假日 其实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 我们就是等着妈妈她做 她自己很擅长的玉米溶汤 因为她玉米溶汤里面 还有加一些蛋 加一些青菜 我就是觉得 全世界最好喝的汤 应该就是我妈妈煮的玉米溶汤 到现在都还蛮印象深刻 以前在球队的时候 有一阵子 可能因为自己对于自己的表现 就是觉得好像教练也管不太住的时候 就自认以为自己很厉害 然后也觉得好像把棒球看得太简单了 教练就有跟家人讲说 我关于的态度有点高傲 对 所以那时候 我爸爸就很生气的把我带回家 因为那时候我是祖祖神 他就很生气的把我带回家 他就很生气的把我带回家 他就很生气 他说 我送你去打棒球 不是要让你有这种态度 我希望你可以有保佑 对于教练的尊重 就是对于同学的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相处模式 他不希望我是有这种高傲的态度去面对棒球 我也被骂哭 我也被吓到了 妈妈就在旁边说好了啦 人家他已经知道了 他也在旁边一直哭着就说 这件事情他知道就好了 也很谢谢妈妈在旁边一直帮我 跟我爸爸说就是够了这样 这个我为什么会一直记在心里 是因为如果 当下如果被一直骂的话 我会可能会因此讨厌棒球 还好妈妈就是有 知道我的心情在想什么 让我挡住 然后让我继续的可以 继续的喜爱棒球 这样 20岁就已经去日本 其实母亲节都比较 没有过到母亲节 只要我一回来 有母亲节 然后又有时间可以相处的话 我会很希望跟爸爸妈妈一起过这个母亲节 还有我妹 我妹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女孩子 她就是会帮我安排聚餐啊什么 然后想说要买什么礼物送给妈妈 因为她妈妈就是在我们家里面就是一直都对我很好 然后一直宠着我 我也很希望就是能把我自己现在工作上最好一面 最想要展现给我家人看这样 我也觉得很奇怪 喂 嗨 在忙吗 没有 在家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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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没有出门了 好啦 没什么事就想跟你说声辛苦了 虽然我们每天都很常见面 但是这种意义非凡的日子还是想要跟你说声辛苦的 就是这样 哦谢谢 不会啦 我们也是尽量把自己准备好 然后让你们不要这么担心 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继续努力这样 也祝你母亲节快乐 谢谢 宝贝儿子谢谢 好谢谢啦 好啦 就先这样啦 拜拜 我小时候就是 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在房间玩那个打火机嘛 好奇 然后我就 拉我妹妹一起去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我要锁门 玩一玩 那个打火机烧棉被 然后整个烧起来 那时候我故障在家里嘛 然后就闻到说 一个很浓的味道 然后 然后才知道说 然后我跟我妹妹在那边哭 我故障就是把那门直接撬开 就把他们救出来 如果家里面的话 可能 我可能就不在这里 可能就没有现在 对 其实我是没有被打 因为我 最调比是 我可能会 喜欢去欺负 邻居的小孩 可能 来跟我妈告状 然后我就可能就被打 因为小时候 我不爱读书 老师会写那个嘛 联络簿 写什么 嗯 好好公怀你的孩子之类的 就可能说 就是不要放弃你的孩子 就是我小时候是 是被老师放弃过的 因为都不常写作业啊 就常这样 然后妈妈觉得说 太多次了啦 就是 发生重视太多次 然后我又很调皮 妈妈就会 就是 就因为这些事情 然后我哭 说 我怎么会这么 难管 难教 我好动嘛 小时候很好动 说 妈妈就把我送去打棒球 就打就 还蛮好笑 就 对 就变比较怪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妈妈煮东西了 没有跟妈妈煮在一起 所以很多年没吃过 但是 而且我也忘记 吃过妈妈煮什么我也忘记了 我只是想说 还蛮想在吃它煮一道菜给你 现在会有机会跟妈妈见面 会啊 如果有 有空的话 我都会去找她 然后找她多聊天聊聊什么的 因为 小时候算是 生活上 经济上是 让他们很有压力啊 然后 可能看她 每天都骑着摩托车 她在忙啊 她就会 接我们去上学 或者说 生病了 然后 不管下雨 还是骑着摩托车 带雨衣这样子 我们都觉得 还蛮辛苦的 大家都知道说什么 你很久没跟妈妈讲话 还好 生长爸才见过 喂 蛤 你在忙吗 还好 你说 你说 那个 那个母亲节快到了啊 欸 然后我想跟你说 就 你辛苦了 就是 蛤 有吗 没有啦 就刚好母亲节在啊 然后说 想到你之前 那么辛苦 照顾我们 想说 来跟你讲一句说 母亲节快乐 谢谢 谢谢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 嗯 就是 好好过 你的生活这样 然后说 我们 我们小孩已经长大了 对 好啦 就 我不行了 母亲节快乐 好 我爱你哦 好 拜拜 哇 不行不行 不行 讲下去就不行了 平常会跟妈讲这些 就叫我 因为平常的话 我比较 不会去讲这么 恶心的话 谢谢大家 这些 哦 很棒 谢谢 谢谢 四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